那一開始的時候,我還是很簡單的介紹一下Dynaphone是什麼 簡單來講,Dynaphone它的計算核心是L-Styna 大家都知道L-Styna可以做很多樣的分析 包含沖壓、碰撞等等的 那如果我們今天針對這個Shymetal Foaming 這板金層型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使用Dynaphone作為它的前處理器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,我們會一開始的時候 用Dynaphone來進行CAD的設定 然後產生網格,進行所謂的自動設置的方式 讓各位可以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完成設定的方法 然後會丟到L-Styna進行計算 最後我們會用ETA的POST來看它分析的結果 譬如說看到它成形的狀況 然後看到它的成形極限圖 或是辯駁率等等 甚至說這個成形的力量 還有這個配料移動的位置 這些所有的資訊 通通都可以在Dynaphone的內容看得到 好,那麼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可能會就直接進入我們的程式的操作 然後再次讓我們留下它的 meille對方 然後我們把它的反射